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方向盘这个卡死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方向盘跑偏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在锁车子的时候 有些开车的朋友不是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因为它的方向盘有可能不是摆正的 那所以在我们回到车子的时候 去拧动车子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是钥匙放进去无法拧动 但这种情况通常就只局限于 我们是用钥匙启动车子的 但是如果是用这种的电子打的 就说我们叫carless的这种的 就keyless的这种的方式来打这个车子的 是没有这种问题出现的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确认清楚 通常一般都是我们用钥匙 放在这个点火器上的扭动的时候 我们的钥匙有可能是连扭都扭不动的 那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方向盘有可能 遍住了也就是说卡住了 所以呢导致的钥匙扭不动 也就无法启动汽车 那通常女生会对这类的事情比较害怕 所以呢我们也经常会接到 有一些女生的客人给我们来的咨询电话 问我们说 哎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我们就会告诉他 你在这个情况下 先不要着急去拧钥匙 一定要慢慢慢慢的晃动 左右开始晃动 虽然车的方向盘无法扭动的情况下 还是要左右晃动 一只手在晃动方向盘 另外一只手呢 在不断的试着拧动钥匙 这样的话 当你能拧动钥匙的时候 你的方向盘也就不会卡死了 但这类的问题通常跟我们趴车 是有一个这个习惯性的 因为有些人趴车的时候呢 是没有把前面的轮子放成正的方向 有可能轮子还有 有点扭着弯 因为呢我们进车位的时候 有可能是转弯进去的 不是正直开进去的 所以呢 那前轮有可能在扭动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它的角度不对 而是让这个方向盘的齿轮卡住了 所以呢 导致说我们钥匙也扭不动 车的方向盘也无法扭动 所以呢 这个问题是一定要 大家就说碰到了的时候 要拿车钥匙进去 先去这样左右转动 然后呢 左右转动方向盘 然后这边在另外一只手 在扭动你的这个车钥匙 就会说让车子给重新启动起来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往往会注意到有些车子啊 它的这个什么轮胎磨的不均匀 甚至于说有的一些轮胎都会出现这个露出这个钢丝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通常会跟我们方向盘的四轮定位有一个相关的关系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提醒大家 有时候我们自己可以看到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的方向盘当放在我们就说一个平行的这种的情况下 那直行的这种情况下里头 我们就发现说车子如果向左或向右偏的时候 那我们车子有可能需要做一个这个四轮定位或者前轮的矫正定位 那通常一般都是我们在换过轮胎需要做的一个步骤 因为呢 这样我们车子的这个平稳性跟安全性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客人他们的轮的是跑直的时候呢 那它的方向盘是有一个角度的偏移 如果把方向盘变正了的时候呢 那它的这个轮子是跑偏的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是方向盘这边这儿 如果我们发现有什么异常转动的时候 要是说也有这个异常的时候呢 我们要拿到车行里头做一个检测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方向盘啊 突然感觉就是有可能会有这种的啊 比较沉的感觉 那比较沉的一个因素是我们这个方向盘 它是有一个助动轴的 这个助动轴是里面会有油 那它的助动的这个系统呢 有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个就说检查 或者是缺了这种的助动的这种的液体 我们要让我们相关的这种的保养师 帮我们去看看 把里面放一些这种的保养的这种的助动液 那或者是呢 我们自己要看一下是不是里面太脏了 如果太脏了的话呢 有可能我们要请车行帮我们做一个这个 叫助动的这个清洁 就是方向盘助动的这个清洁 那把这些油呢 给拿出来 然后重新给我们清洁一遍呢 再重新注入新的这个油 因为通常这类的问题呢 都是老一点的车子 五年以上的老一点的车子 没有正确的做一些保养 所以呢 我们要在这方面特别注意一下 爱情 我们 criteria 以上 wicked еще 这个 优优独立 个手 麻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